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喂 你想跟我们一起玩是吧 那你刚才不让其他小朋友玩滑梯对吗 你不让谁玩的滑梯我看看 那你过来跟他们道个歉 实在抱歉 我这就上报客服解决啊 现在该怎么处理啊这 这 真 真不好意思 外公 我们回来呀 爸 你都围在这儿干吗呢 来来来 惠希 你来得正好啊 哥们搬的时候把 把这个叶子 你看给掰断了 实在是抱歉 我们搬家啊 是一个祸损保障的 您放心 没事 没事 这我就能修 本来就松了 多打点事 你们接着搬吧啊 谁能帮我接个店 我 我来 我来 能不能帮我找二十六号箱子 快 二十六号 我知道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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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啥都有啊你 我是被爸爸带大的女孩子 来 店来了 店来了 唐唐 你不要看这儿 不要看这儿 来来来来 我让你看 今天小朋友不多哎 他妈 他拿的是什么枪 那我宝贝别看那个可危险了 会刺伤眼睛吧 走 咱们找一点小朋友玩去 江春什么时候回来 没说 那你们刚刚说那么久 你 你都 说的都是废话呗 搬家他都不回来帮忙的 从买房到装修的搬家 不都是我一个人吗 我也不指望他 就给我 给我吧 这唐唐跟家打起来了 我看见了 早就看见了 不就是抢东西吗 跟个男孩儿抢 你说他抢得过吗 哎呀 孩子自己的事情 让他自己处理 怎么了 怎么了 吵吵你怎么回事 吵吵对不起啊 我小时候跟男孩儿打架的时候 我怎么没看你跟你担心 来来来 刚好 把这个先搬上去 跟妹妹说对不起 你怎么能抢人东西呢 你差不多到点了 爸 你回吧 你一个人行吗 行 行 行 你不还得去接你儿子吗 别在这儿跟我假客气了 赶紧走 真的 真的 我要不要 真的 真的 一会儿我小后妈该生气了 你看看你跟孩子怎么说话 你也 那 那 那我先走啊 拜拜 先把这个搬上去 我就不疯了啊 怎么二十 嫩嫩 走吧 上炉吧 你好 不好意思 刚才我儿子 调皮捣蛋抢他的玩具 没事 没事 我看见了 小孩儿不是很正常吗 没关系 抱歉啊 没事 你给我过去 你去那边玩 妈妈 我不喜欢这里 妈妈这还没住呢 就说不喜欢这里 你不是一直吵着 要来新家住吗 因为这个小区里 没有讨厌的人欺负我 谁啊 就是他 你去那边玩 就刚才跟你抢东西 那个小男生是吧 你不是自己已经解决了吗 没有 他不让我玩滑梯 还不让别人和我玩 妈妈 我不想住在这里了 我想回咱们原来的家 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 咱们可以解决 而且滑梯是公共设施 怎么他不让你玩 你就不敢玩了 走 妈陪你再玩回去 走 宝贝 你再不下来 妈妈生气了 我让你玩 你叫什么名字啊 不告诉你 彤彤 不许美丽吗 不好意思 她就是我儿子 我是她妈妈 我叫蒋静 你好 沈慧欣 还挺难得能够 自我介绍一次的 平时我们这儿 都叫沈沈妈妈 都一样 你是新搬来的吗 住几号楼呀 二号 七 二号楼啊 就是小户型 你在说什么呀 你给我下来 我爸爸说的 那你爸爸有没有告诉你 滑梯是公共设施 得跟大家一起玩啊 我爸爸没说 反正我家住一号楼 整层 是小区里最大的房子 比你们所有人都大 是吗 赶紧给我闭嘴吧 没事 没事 哪个小朋友想玩老鹰抓小鸡呀 我 我 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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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会玩啊 我一样 那我们一起玩吧 好不好 好的 赶紧下来跟他们一起玩啊 我不 要不这样 咱俩 我做老鹰 你做母鸡 好 走 走 玩老鹰抓小鸡喽 跑 走喽 走 走 我不要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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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我不要吵了 你想跟我们一起玩是吧 那你刚才不让其他小朋友玩滑梯 对吗 你不让谁玩的滑梯 我看看 那你过来跟他们道个歉 对不起 没关系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洛洪 我叫盛唐 我们可以一起玩了 我们做朋友吧 你真有办法 太厉害了 对了 刚忘了问你了 你搬到这儿来 是因为在金融街上班吗 不是 我是全职妈妈 我也是全职妈妈啊 咱们一会儿加个微信 只要有空 就一起带孩子出来玩好不好 好 咱们接着玩吧 拜拜 麻烦帮我开点门 你好 你没带门卡是吗 您是 这是叶卓 我是叶卓 我今天刚搬来 好 那您是几号楼几零几的业主 我是二号楼 不对 三号楼 三号楼一五 不对 还是二号楼 二号楼的十五楼的一五多 十五楼几 对 对不起 我给我太太打了也不 没事 没事 你还真给我表演找不到家了是吗 这不是今天刚搬的家吗 换鞋 换鞋 老婆 来 换鞋 来 换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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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冷了 你辛苦了啊 我本来是想帮你收拾收拾 走啊 走 黄金地段 白领公寓 我们终于搬到CBD 不 盛堂已经睡觉了 老婆 你看看咱们这家 面朝金融界背靠CBD 走路上班 上班也就五分钟 什么叫幸福感 这就是幸福感 喝了多少瓢成这样 你没上过班你不懂 在金融界上班 只要一说你住哪儿 就知道你是哪个职位的 通勤两小时 不是石医生 就是大学当比一 路程四十分钟 你甭管你开再好的车 那也是按月拿工资 根本没资格拿年薪 但是你要是跟人说 我上班走了五分钟 那就是真牛 咱家训练 训练 小心点 快点 快点 跑步去 快点快点 跑步去 李宗盛 那我都给你打扮了 你打扮了